CAMEN RIDER 極歐女主角的演員 前幾個月突然從大眾眼中消失 然而最近推出的作品她有突然回歸 這究竟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大家好我是米甘 對於ACG相關話題以及作品的評論與推薦 有興趣的話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使用超級感謝支持一下 也歡迎加入已經開啟的頻道會員 因為最近CAMEN RIDER REVICE的漫外篇 網路劇的CAMEN RIDER JANNU & AKI RERA 不僅僅裡面登場的主要角色都是女角 還有歷代的女性騎士女性角色回歸 我上次也有做一支影片介紹第一集內容 以及其表現如何 然而就有許多人在問 那閱讀呢?閱讀有沒有回來? 一方面是因為閱讀的演員 Ohohata Sierry 她官方的社群帳號都關閉刪除 導致許多人對她的現狀無法了解 也都不清楚狀況 然而正當大家都覺得 往後的影視作品她有可能都不會再出現的情況下 DOWN IN的新方塊篇最近又放出了 她會登場的消息 也讓大家能看到 只有結束之後 一直到現在閱讀這個角色所產生的變化 但不是前幾個月才說 她離開了事務所也沒有後續消息了嗎? 這究竟又是怎麼一回事? 事實上這個番外篇的所有內容 都是在大概2月的時候拍攝完畢 而離開事務所 刪除官方帳號 是在6月份的時候 也就是說拍攝完畢的時候 她還留在事務所 就目前網路上的推測來說 有可能就此退出演藝圈 也可能移籍到其他事務所 或者是獨立出來的可能性 畢竟現在不論是事務所 還是她本人對此都沒有其他消息 也因此大家對於Ohohada 謝莉 這一次出現在番外篇裡面非常驚訝 但也因為知道這是在2月的時候拍攝的 所以不免也擔心這會是她最後的作品 而且連本人的消息都沒有的情況下 也不知道她會簽到另一間事務所 還是以個人的方式活動 亦或是就這樣吸引呢 另一方面前陣子跟事務所 有發生一些問題的 Kamen Rider 禮拜十中 Akirela的演員 潛昌圍 之前有一支短影片有講過了 潛昌圍在幾個月前 被跟蹤以及被狗仔偷拍 但回報事務所之後 事務所並沒有積極處理 導致她活在恐懼之中 而在最近事務所在雜誌裡面 刊登了關於他們開除了潛昌圍的消息 裡面用的理由就是 塑形不良 簡單來說就是說 潛昌圍常常遲到 說謊編理由 並且也有接收到寫真出版社 反應等等的問題 所以將她開除 然而在這個消息發出之後 潛昌圍本人也在IG那邊澄清了 關於雜誌上面的報導並不是事實 而她在之前早就已經向事務所表示 自己要離開的意願 並且沒有做出不尊重工作的事情 也表示今後會繼續活動 這個情況基本上就是各說各話 看粉絲之間想要相信誰 以及之後是否會走上法律途徑 然而裡面有一點匪夷所思的問題 那就是發出事務所開除潛昌圍的這篇雜誌 也就是之前偷拍潛昌圍 寫廢文的那一間 這也不免引人遐想 不過這兩起事件都有一點很擔心 那就是他們可能都與事務所有鬧出糾紛 而一些日本業界可能會怕得罪事務所而不用他們的情況 過去假面騎士就有一個謠傳的消息 那就是得罪了事務所基本上就沒有回歸東映特色的機會 一方面是合約問題 一方面又是怕打壞合作關係 雖然這個方外篇是提前拍的 所以閱讀能夠回歸 那之後這兩人是否還有機會能夠回來 Kamen Rider系列呢 不過也很希望他們往後的生活能夠過得順利 那這兩件事究竟是演員方面有問題 還是事務所方面有問題呢 Oho Hadashieri的方面 因為訊息層面很少所以沒什麼在討論 而潛昌圍的部分 從他的訊息來看可以得知 3月他就有想要離開事務所的意願 後續又有跟蹤事件 那有沒有可能事務所的問題比較多呢 也希望事務所應該要做到保護藝人的功用 那麼這支影片到此結束 喜歡的話可以點讚分享訂閱以及加入頻道會員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提出建議以及討論 那麼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